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大阪指數 今天受到美股的一個激勵的影響 大漲了259點 漲幅來到1.62% 承張了4297億 收在16302的位置 那今天最主要的反彈背景 當然就是因為美國這個地方 他公布了一些他的相關的 像是貨幣政策的紀要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 出領失業金的人口等等相關的數據 以出領失業金來看的話 美國當周出領失業金的人數 已經創下了疫情爆發以來的新低 也就代表著美國的就業市場 目前確實是有出現显著性的復甦 因此昨天在美國的部分 四大指數是全面性的一個上漲反彈 導致了台北股市 今天能夠開高震盪的一個機會 那在今天這個同時 小路先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這個國際股市的一些狀況好了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道瓊 各位道瓊一直以來都是四大指數裡面 美國四大指數裡面相對強的 他還是沒站上月線 還是在月季線之間做震盪 標普也是相對強的 不過一樣在月季線之間震盪 比較弱勢的是這個 納薩達克跟廢板 納薩達克目前還是一樣 在月季線附近做震盪 別忘了月線還是下彎 季線還是下彎 會提供行情一定的壓回力道 那半導體廢板的部分也是一樣 月季線呈現下彎 目前也是來到月季線的一個反壓的位置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市場你說現在有沒有要高度反轉了 那你還是得觀察什麼 你還是得觀察納薩克廢板 能不能出現顯著性的一個反彈 甚至是站穩 站穩月線季線附近 那麼行情才有直溫轉強的跡象 不論是美國的納薩克廢板 或者是我們比較強勢的稻蟲跟SMP都是一樣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還是沒有站回月線之上 所以這個盤基本上還是只能先視為一個反彈的格局跟架構 那回到台北股市來看 今天漲幅1.62%算蠻強勁的 不過問題都沒有改變 第一個我一直提醒大家最近的反彈都怎麼樣 都沒有成交量 這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反彈怎麼會無量呢 那無量的反彈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意義性存在 你就要去思考這些問題 好我們一個一個帶大家來看 首先今天上漲加速很明顯是報復性的反彈 上漲加速952加 碾壓這個下跌加速只有120加 今天幾乎是全面性的一個上漲 那整體來說這個地方在反彈什麼 傳統產業嘛 對航運玻璃陶資 還有像是這個紡織造紫鋼鐵這類型的傳產 今天又是群起奮友 當然很多都還是只是反彈格局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我在等第二隻腳 對吧我是不是跟大家講我在等第二隻腳的出現 那今天網上反彈有第二隻腳嗎 當然沒有 我當然沒有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怎麼去看待它 我昨天晚上在我的Instagram帳號 各位上面有我的Instagram帳號 有興趣的朋友們一定要follow一下 我禮拜六會發給大家一份福利 我禮拜六會發給大家一份福利 會在現實動態當中 Instagram上面這個現實動態當中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我們現實 這就是主要是一個歷史的成交量 是一個歷史的大量 來到歷史大量的上緣 你到底該不該去追股票 這個地方 好第二個 這個地方是相對區間下緣 所以我的觀點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不會因為小路今天大漲 所以我們觀念馬上就改變了 不会 因为你在市场上面 你一定要做什么 规划 规划你的交易 并且交易你的规划 这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说 今天看涨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大涨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涨 不会 小鹿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小鹿还是先看什么 格局 方向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出如 没有 你就不用跟着市场分为 进去做炒作 进去做买卖 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如果行情有明显的讯告出来了 那你就该动作 那你就该动作 这就是操作跟投资 那目前我的观点没有改变 5月12号 这一根7828亿的成长 最高点是16552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多重利空灌压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高点 这个高点 只要收盘 在站上代表一件事情 利空已经全面消化 那就行情就往上喷 行情就往上喷 但是在还没有这个讯告出来之前 我认为行情依旧会受限在 16552到15165 这一根爆量的1418点跌幅 这一根爆量的黑K棒当中 所以来到区间上缘 我绝对不鼓励大家进场追股票 也不鼓励大家去买什么 去积极的去抢进股票 我都不建议 来到区间上缘 你本来就该保守 这是我第一个逻辑 因为这里会有很多的套牢量 别忘了 上面这一坨也全套 上面这一坨也是全部套牢的 所以你说能够这样一次大V转上去吗 我认为可能有点困难 我认为有点困难 除非真的站上去了 我就会改变我的看法 但是还没有站上去之前 我不会改变我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在这地方做区间震荡 既然在这地方是做区间震荡的观点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还在观察 有没有其他辅助 或支持你的一个想法的论点 各位你看这个成交量 我一直想跟大家聊这个成交量的问题 行情往下大跌之际 你看到成交量大幅度放大 对不对 这里成交量是放出来了 可是你看 这一波反弹上去反弹上的格局 你有没有发现 奇怪 成交量都没有放出来 成交量是一根K棒的扎实度 以及反攻气势的重要关键点 你会发现 行情往上弹 可是都没有量 我担心什么事情 你还记得5月7号吗 5月7号那一天反弹了290点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这里要反攻 要再赚1万7 再赚1万8千点 可是你知道吗 那天我的盘后影音 大家可以自己去掉 有没有讲过 大家自己去看 5月7号的盘后影音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掉那个资料 5月7号那一天 我一直跟大家报告 我也跟我的学员报告 我说5月7号 这根红K棒290点 他成交量只有多少 4591亿 相比前几天暴跌 6700多亿的成交量 这只是一个量缩反弹 而且他连这根 爆量黑K棒的高点 多少 17328根本没有站上去 17328根本没有站上去 你这根红K出来 你就要偏多 不对吧 各位技术分析 不是这样找我们的 技术分析告诉我们 大量的黑K棒 大量红K棒 高低点必然有 它的代表性的作用 尤其是这种大盘 尤其这种成交量这么大的 5月4号爆大量那天 我跟大家报告 高低点很重要 5月7号那天盘后影音 我跟大家报告 就算涨了290点 还是没有站上去 那就是不能多 那就是不能太乐观去思考 后续就崩下来 然后就崩下来 那现在来到这边 状况一模一样 5月12号高低点 就是你要观察重点 有没有站上去 没有 没有的话 你要跟着市场起舞 别忘了 现在是在半空中 要这里 好死不死 下周掉下来怎么办 你怎么就卡在半空中 不用这样子 各位 不要去做 这么没把握的事情 至少我啦 我至少我都跟我自己报告 我也跟我的学员报告 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 相对危险的事情 两个买点 你真的想买 我建议你掌握 第一 拉回来之际 打第二只脚 这第一个买点 第二 带量站上1252 收盘要站上 带量收盘站上1252 偏多 这时候开始买股票 完全没有问题 这都是顺势的买点 我这都会是顺势的买点 一个是第二只脚 一个是突破区间 所以在这两个讯号 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都不愿意 太过积极进场买股票 因为你现在 这里很积极去买股票 我认为只是在赌 说句实在话 我认为只是在赌 而且不确定性 真的太高了 在这个地方 你能有把握 明确的把握 或比较高的把握跟信心 知道这里会往上吗 还是说你这里 有比较高的把握 会往下吗 其实小鹿老实跟大家报告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会根据 我看到的讯号 去做对应的操作 所以我不太喜欢去预测说 行情接下来会涨会跌 各位 能够知道的只有神 没有人会知道的 没有人能够知道 接下来会涨会跌 真的是这样子 能够知道的 我也只能说那是运气 各位 真正能够知道涨跌的人 其实也不在这世界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根据对应的位置跟讯号 做出相对应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 这才是投资 这才是投资 你才不会去猜 OK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观点没有改变 165215165 大区间震荡盘 逢高之际不做多 逢低之际减便宜 打第二只脚的位置 这是个漂亮的买点 我的规划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来看看贵买的部分 那贵买部分 今天表现也是还不错 涨了1.96个百分点 不过一样成长只有511亿 量能是非常缩的 上涨下来加速 上涨加速是明显多比较多 那今天的资金 也是一样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还有像是电子还有半导体 跟它纺织 在里面做触涌 那整体来说 我们看贵买 贵买的状况也是一样 不过它反弹一直以来 都比加热是弱势 它的这个跌幅 各位知道波段跌幅跌多少吗 这个波段高点216 这波段低点是178 216 178 这是跌了两层 各位OTC跌了一两层 这样掉下来 很多融资户在这一波 已经被市场抬出去 已经被市场抬出去 所以这点你真的不要去太过急躁去操作 因为你很可能在这里乱搞一通 可能会让你资金蒙受一些不必要的亏损 我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了 一样是针对这一根5月12号的爆量高点的一个K棒 爆量低点的K棒来去做操作 目前卡在半空中 那就是不用做 就不用做 一样等待两个机会 第一个亮缩拉回 打第二只脚 第二突破区间往上看 只有这两个位置 我认为是比较漂亮的 其他的位置 我认为把握度都没有这么的高 所以我让我一样多做观察 多做观察即可 那看一下在筹码部分的一个变化 外资昨天 5月17 5月18买了两天 19 20又全部倒回去 今天又再度回买174亿 又买了174亿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往上拱 不知道 一样 看支撑压力为主 不过今天在期货部分 外资期货是有加码2000口左右的一个空单 冯高他们也是在做一些避险的操作 所以也是不排除 接下来会有压回打第二只脚的机会 投信昨天卖第一天 今天再卖第二天 投信连卖了两天之后 一样酝酿行情会有拉回的机会 Poco Ratio 1.26 算是一个中性小偏多的一个状况 整体来说 从今天一个筹码架构来看 现货中性期货偏空 我的解读会是一个中性偏空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一个中性偏空的状况 依然要观察的是 最近的一个关键的高低点的位置 关键的高低点的位置 能不能成功的拉回直稳 或者是站上直稳 那都会是一个操作机会 那都会是操作机会 不过我最近的疑虑 一直都是在成交量 各位你去看这成交量 昨天OTC是498亿 今天只有495亿 那都没有量在反弹 这一根杀下来的成交是1101亿 这里套了一堆人 然后你这里量缩反弹上来 各位他不是带量反弹 量缩反弹代表什么 没有人愿意进场追 没有人愿意进场追 各位知道最近的当冲比例多高吗 台股 台股昨天的当冲比例 50%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50%吗 我举个例子来说 加捐指数昨天成交是 4775亿 50%都是不流仓的 50%以上成交都是什么 当天就冲掉了 所以你把 我们把它处于了 剩2000多亿的成交量 那你再把法人成交对出来 看一下你会发现 都是反而在买卖 都是反而在买卖 而且互丢丢来丢去而已 盘后来看 近买潮近买潮数量也不大 所以代表说这里真的是 连主力大户 实户都不太愿意进场多操作 因为他们也在观望 大资金的人其实也在观望 所以我认为 与其跟着市场积分 一直买来买去 不如近代讯号出现 你才会稳 你才会稳 你才能活下来 才能活在市场里面 长长久久 这是我在市场里面的一个经验 我认为要稳再出手 比较安全 我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我们今天一样同时 带大家要看到一个关键的指标 就是多空投排列加速的指标 今天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讯号 那就是短均线的空投排列加速 确实是有大幅度的下滑 也不能说大幅度 应该说有在下滑 有在下滑 大概减了6个百分点 空投排列加速 短均线剩79% 但问题一样是在长均线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长均线多空投排列加速指标 在下面这个栏位 你可以看到空投排列加速 昨天全市场是49.77% 也就是说 全市场长均线走空的加速 大概是一半的股票 那多头的只有6% 长均线走多的股票只有6% 那剩下的%数是什么 盘整 好像是盘整格局 今天呢 今天空投排列加速 反而继续往上增加3个百分点 已经来到52.86% 代表什么 代表盘面上超过一半的股票 都是空投的 超过一半的股票 都是长均线空投排列 那代表说 现在就是反弹 现在就是反弹 如果现在是真的要止跌回升 冲出去的话 我的观点 我从这个指标看起来 如果他真的要冲出去的话 那不对啊 怎么会大部分股票都还在走空 你说这里要冲出去 那是不容易的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根据这个指标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就是先看反弹 先看反弹 不要照进 不要照进 但是接下来打第二只脚 拉回来之际 拉回来之际 掉下拉回来之际 我就要观察这个开口我们收敛 如果短均长均 短均长均的开口同时收敛 加上拉回量 说打第二只脚 那就是买点 那个就会是买点 OK 这是我在看盘的一个技巧 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我们看完盘之后 一样来看一下在资金流向的部分 那基本上 近期来讲市场的成交值 依然是在电子航运半导体为主 航运最近的资金量也是非常强大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今天货贵韩运三雄 出现了大涨的一个状况 贵买部分也是一样 基本上还是在电子为主要的成交的比重 不过整体来说 我认为这个地方 大部分的族群 都还没有站上去关键的一个均线 我举例像电子的电子类股 各位电子类股 你看 这天高点是多少 783.71 783.71 今天 783.26 很可惜 盘中有一度站上 但收盘就是没站上 那接下来怎么看 一样 如果电子真的要转强 下周必须带一辆站上 5月12号高点 783.71 就一定要站上去 如果没有 没有就要拉回了 各位没有就会拉回了 因为攻击失败 所以别忘了上面这里套了一堆人 各位这是好几个月的筹码 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还是觉得 你说这里要V转上去 我认为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真的站上去 我们也是要修正看法 也是不能一直去坚持一个固定的看法 我们要根据讯号告诉我们 去做对应的操作 这才是正确的 不用去硬直 硬拗没有意义 硬拗是没有意义的 OK 好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完 整体的这个状况之后 那一样要来解答一下 各位投资 朋友们的一些 像是持股上的问题等等的 好 那一样 现在回答我们精选学员的问题 那首先 学员问到366的光耀 光耀做的是面板零组件 光悬膜的部分 那其实光耀业绩其实不错 去年第四季一季 一季就可以赚到1.4块钱 他其实业绩算是还不错的 说句实话是真的还不错 那今年第一季 他三绿其实有一点拉回 那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第一季本来就是 他的淡季 所以基本上 三绿有点拉回 我倒是认为无碍 无碍 问题不大 那基本上今年整年来看的话 我自己估计是光耀 可以赚到3块到4块钱的EPS 以目前股价4字头来看 他的PE就不会算太高 那从这里波段 70几块这样崩下来 一波也已经腰斩 来到4字头 我倒是认为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用去过度悲观他 而且也有大咖 他最近在这几天进场做卡位 所以我的观念是 防守好这个大量成交区间 也是年线附近的位置 你这里只要去量缩直纹附近 起起盘一盘 我认为都还有机会往上攻 但是上方其实也有显著的压力 我倒是认为反弹之际 可以做减码 我可以做减码 或者是换挡操作一个状况 否则他上面套牢麦 也是蛮沉重的 反弹我认为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个地方防守好大量成交区间即可 4105的东洋 东洋就是 当然最近有疫苗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那我认为这场个股 去年整年大概赚3块半 赚3块半 可是这场个股 我认为他最近的反应 会是更加反应于 这个生计疫苗的题材 那基本上我认为 这场个股也有特定的大咖 在逢低布局 那形态上也是打出个多头 这里就是颈线位 颈线位没有破 拉回都不破 而且量能有什么说 有啊 今天说的很说 今天只有昨天一半 成交量的部分 外资都占回买方 我让我倒是认为这里 20日均 这个大量成交区间 只要没有破 突破上去 拉回量缩 有机会续攻 有机会续攻 赞哥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也是一样 比较偏向生计的部分 也是比较偏向题材性的个股 所以可能操作上面 就要多加留意 这技术面的部分 好 那再来 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看学员 我们新的话 群文章学员的一些问题 1312国桥 国桥我的观念很简单 基本上 今年的获利数字 当然是非常的不错 俗话来讲 业绩真的还不错 这里有个大量的 关键的颈线位置 这个低档 最近好几天 有没有 都打到这个低档 蓝色线这个位置 都直稳了 都没有破 这里只要直稳不破 接下来站上下一个关键位置 站上上方 下一个关键位置之后 就可以直稳 直稳这地方 就有机会往上看 这两个我认为 现在的防守区间 防守位置 就是设置在这一个平台的支撑位 平台支撑位是这里 没有显著跌破的话 我认为就是续爆 就是续爆 那未来的话呢 防守这地方 未来不破 有机会往上攻 有机会往上攻 这两个我认为OK 俗话来讲的话 他算是蛮机优的好股票 8150的南茂 这个是低润封测 那低润封测 跌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也会发现 他好像也跌不太动 也跌不太动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业绩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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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他怎么去大跌 他很难大跌了 都跌到这个位阶了 下方这里有个大量支撑区 这大量支撑区没有破 基本上就还算是一个 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 不过上方这里有一个 蛮显著的一个平台的 一个压力位置 逢高之际 或许你可以先短线出一下 等拉回打第二只脚的时候 再去做进场加码 就有机会往上突破 战哥 其实你会发现 外资投信都没有跑 你有没有发现 筹码其实没有什么溃散 为什么 业绩好 业绩好 其实反而就不太会去 做太大幅度的退场 因为业绩很好 他们看的是一个 中长线的价值 这里应该是 我就会打第二只脚往上攻 这是安全的标的 未来防守 当然成长圈即可 友达 友达面板的故事 我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讲过了 我说中国大陆 也看到台湾的友达 群创看起来 赚的是风生水起 也要想来分一杯羹 对不对 所以目前看 中国大陆政府 其实他们有在做扶植 扶植他们 他们国家的面板场 所以友达 其实有被抢单的疑虑 其实法人 其实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法人都在卖 法人全部都在卖 所以这个位置 你要观察 法人一直卖 能不能不破底 防守 我现在规划 大阳城市区间 未来不破即可 基本上 你说友达不好吗 可是友达没有不好 你看群创 虽然法人最近都在卖 不过他们都没有破底 都有打出第一个低点之后 拉回来 只要不破第二个低点 就可以了 只要不破就可以了 今年的业绩就是什么 4块6到5块钱 我一直跟学员报告 我记得好几个月前 就有学员问我 我说今年获利又4块6到5块 4块6到5块 就要看什么 市场愿意给多少杯本益比 因为这是什么 电子锦细循环股 电子锦细循环股 本身 他的本益比 就会受到试矿 有严重的影响 目前来看的话 4块6到5块 下本益比大概四五倍 我倒认为 这里还是蛮便宜的 20来 20出头的 有打群创 你可以留意 但三字头 什么272829 三字头 我认为都不用看了 三字头就不用看了 但二字头出 我认为不用去乱砍 我认为这里 他还是有一定的 获利能力跟价值 防守 当然长途圈即可 台波 台波 这也是我上次 那天直播 有学员问到的问题 这里 外资连买两天 我之前在直播里面说过 我在Instagram上面直播 我说过 玻璃 中国玻璃照报价 真的有在涨 真的有在涨 所以你就防守这个区间 我放到这个位置 未来没有跌破的话 我认为是有机会攻 只是 上面的压力也不轻 必须老实说 上面压力也不轻 那你先防守这个区间 这区间只要没有破 逢高之际 你可以做减码 你可以做一下减码 把一些资金收回来 那看你每个人资金状况 不太一样 如果你手中资金真的很少 都是股票的话 反弹 我会建议减码一下 把一些资金收回来 做下一波的布局 所以这地方 我认为就防守 这个水平的绿色线即可 四季钢铁之前 要炒离岸风电 不过弄不弄绕塞 因为盘鸟掉下来 不过这两个 我到时候也不用悲观 因为其实业绩不错 四季钢铁 做离岸风电的水下钢材 这区间你防守一下 这些没有破 我认为问题又不大 而且我们看一下筹码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头信买这一坨 头信还套在上面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有人跟你一起套 有人会跟你一起套 所以防守好这个大量成交区间 未来只要没有破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逢高 来到前高附近 我会接你先走一下 因为这里也是套了一堆人 上面这里也有压力 所以我认为就是上下来回区间操作 那如果是更短线一点的压力 就会直接在这一坨的均线 这一坨均线就是反压 短线如果有急 我会建议先站在调节型的卖方 因为这里看起来 线型不是说很乐观 不是说很乐观 2014的中红 钢铁股对不对 尾盘这样硬 可是你们发现 尾盘这样拉 结果外资投信都在干嘛 不好意思 按错了 来 我说尾盘这样拉 你们发现外资投信在干嘛 全部都在卖 全部都在卖 各位这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外资卖 一个卖就算了 投信一个卖就算了 你要去站在反的思考 为什么外资投信这么巧都在卖 为什么这么巧 大家知道 最近中国大陆的钢铁价格 其实是有在跌的吗 李克强 中国大陆总理李克强在干嘛 这压抑的黑色金属 就是钢铁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有在打压 我在打压的话 基本上这个卖压就会比较沉重 法然其实基本上也都有在卖 那我会给你的建议就是 最近的爆弹黑K棒在这里 最近爆弹黑K棒高点 低点这里就会有压力 冯高我还是建议至少先出一趟 看能不能打第二只脚再上去 冯高建议先出一下 看能不能拉回打第二只脚再上去 我认为比较稳健 我认为比较稳健 那未来就防守 大量的成交区间的低点 未来不破即可 系统 系统这地方 各位系统是哪一家公司的股票 大家知道吗 他联家军 联电集团的 联电集团的股票 你防守这区间 砍到这地方就不用砍了 我已经砍到这地方都不用砍了 这里大陆成交区间未来不破 还OK 可以holding 但这里有压力 这里有压力 冯高我会建议先退场观望 因为上面其实也套了不少人 上面其实套了不少人 联程的部分 我之前有包括 这一个大量的低点 颈线点破了就要走 如果你这里没走 也不用走了 因为下面一大堆的均线 在提供他一个强劲的支撑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我到身为现金段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 我认为就在平台震荡洗盘 你就守最近的低点 最近低点只要不破 应该问题都不大 应该问题都不大 就在这里洗来洗去而已 外资进来大买了5100张 投信卖了170 基本上外资是 在这地方持续做卡位的 其实联程的商品价格 其实报价是有在涨 业绩也不错 只是说现行真的鸟了点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你要逢低做都没问题 那停损带好 逢高来到前高附近 这个颈线压力位置 我建议退场观望 我建议退场观望 那这两个我认为 就是一个区间操作的机会 好 2426顶元 顶元 顶元就LED的 那以 其实 以miniLED 他业绩不错 说句实在话 他业绩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其实高档压力 其实已经形成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高档压力区 那高档压力区破了 那来到第一档的支撑位 这里也都不用砍了 都来到支撑位置就不用砍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的观点也是一样 虽然这地方外资 有在做显著性的一个买操 不过量能 最近有没有发现都爆不出来 我的 呃 期待如果是我啦 我还是等第二只脚 再去买 我再等第二只脚出现 再去买 我认为比较安全 那如果你已经持有的话 我来防守 当然常常去见 逢高 我认为可以先出一下 因为上面其实也套了不少人 5475的德宏 哇 这我没有研究 这本身就是比较投机的股票 这种我不清楚 那如果你是有操作的 投资朋友的话 我会建议你直接守什么 守昨天第一点 昨天不是爆大量吗 七千多张 昨天第一点不破 都可以往上看 这技术面操作就可以了 不过战哥我并不熟悉 吉胜 纺织的强势股 那外资也是做一下隔日冲 昨天买 今天大概就卖了四千多张回来 那这形态也是很强 还有其他比较强的 像新鲜 不过新鲜压力还没过 压力还没过 仿制的部分 就是受惠到 这个印度的疫情的问题 影响 会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其实吉胜 我让你可以留意 你防守好大量的区间 未来不破即可 逢高我建议至少出一半 过高至少出一半 因为我也不确定会不会过 盘式如果鸟的状况下 我也不认为这里会过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短线先区间震荡 如果来到前高 今天你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掉下来 你再把它接回来就可以了 来回区间操作即可 天狱 各位昨天 我记得我在盘工里面 有跟大家提及说 这一个驱动IC Driver IC的部分 Driver IC就这几档 莲勇 还有像是天狱 然后细创 敦泰 这一档个舞来讲的话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Driver IC被美系的外资 调降他的目标 以莲勇来讲 连有业绩好都病鬼 第一季赚9.66 第一季赚9.66 今年可以赚 第一季赚9.66 今年可以赚到40块钱 以上EPS 现在才470 虽然反认为什么 反认为Driver IC 在第四季的部分 不会延续第二第三季的涨价幅度 因为供给需求 可能会有趋劲于平衡的状况 所以他所谓的 他产品DDI DDI可能就没有涨价的机会 所以才会挑战他目标 条理有够多 调到只剩4字头 我的观点很简单 我昨天在影音怎么跟大家报告 我是不是说 你就看低点能不能守 最近的低点不在这里吗 低点只要不破 你趁着亮说进去试单都可以 今天有没有亮说 有 昨天21000成交量 今天只有13000 这当然有亮说 外资又回来想要买了一下 我倒是认为这个地方 不破还可以试单 你的停损就很好设 停损不就是最近这低点不破就好 破了就走人 如果没破 没破不就很低的位置吗 这就是试单 试单我认为可以试 那如果你说天狱 天狱基本上来讲的话 概念也是差不多 那我会认为就是 最近的这个 关键的低点位置不能破 这前提不能再破了 如果拉回打第二只脚 我认为都是合情合理 拉回打第二只脚 然后再攻上去 我认为都合情合理 只是法人筹码有点小亏散 我建议你可能 也得观察一下 毕竟这均线架构是空头的 比较空头的短线 你看 20日均60日均 WMA都是下弯 所以反弹打第二只脚看能不能攻上去才是重点 不能破前提 前提破马上闪人 前提破可能就要马上闪人 OK 滑邦 最近也是都没有在涨 也是小反弹 当然也是从波段高点 快到40块 3839那边掉下 已经波段跌幅 也是跌了10块钱 掉下来 也是很 很深 来到这个位置 我倒是认为 这个平台区 你都不用砍了 这平台区 28块的滑邦店 他今年可以赚2块多 那赚2块多 2块应该是没问题 2块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其实法 你看投信也没卖 外资其实 有卖有卖 但还是偏多流仓 我倒是认为 防守这个大量成交区间 未来这个区间 只要没有跌破状况之下 我认为OK 我认为OK 你就做续报 好不好 元金 元金最近不是在炒题材吗 就是绿电题材 绿电题材 是绿电题材 没错 但是 现行真的很弱 各位 现行家 很多个我都是很弱很弱的 外资是在做隔日冲 有卖有卖有卖 头信已经卖光光 持股张数是零 这样各位 我的建议也是一样 你防守最近的低点好了 最近低点 不要再破底 我认为就是来回去 操作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逢低这里 你可以小量 着量试单一下 停损就设在最近的低点 收盘加真的跌破 就出 收盘加跌破 真的就出 没有跌破的话 这里可以尝试试单 我认为有机会 走一个区间震荡盘 元金基本上 他有接到特斯拉的单子 那今年来讲 他想要 各位特斯拉在美国 是做什么 大家知道吗 大家以为特斯拉只是做汽车 你错了 特斯拉不是汽车公司 特斯拉是能源公司 各位知道吗 他是能源公司 今年特斯拉老板 Elon Musk 他说什么 他说要在美国夺回 第一大的太阳能的 一个厂商的地位 那他在台湾 找哪间厂商来做合作 元金 他跟元金合作 所以元金最近 不是有扩厂吗 四月产能就开出来了吗 我认为今年元金 的数字是可以的 只是短线上 行情很鸟而已 行情很鸟而已 来回去跟操作吧 OK 给你做参考了 中钢 中钢 不是拉下来了吗 对啊 其实反正都 你看钢铁股 我们刚刚看 中鸿 大臣钢 你有没有发现奇怪 瓦珠哪里都在买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外资部署都在卖 各位想说这个问题吗 外资卖就算了 投信卖就算了 可是你是外资投信一起卖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 我认为可能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因为最近中国政府 确实是有在打压 这个钢铁部分的价格 这真的是一个小麻烦 不过未来我建议啦 目前就是这个颈线位置 其实是有手 今天影线就达到这个 关键的低点嘛 马上拉起来 所以一样未来防守 这个涂上绿色线的支撑位置 未来不破即可 破的话 你可能短线上 可以先做一下减码 或退场观望的动作 或者是你目前空手 想要在这地方做着量适当 我认为也OK 反正防守点非常的好设定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 一样有点长 那就跟各位同种 服务到这地方 那还是提醒大家 明天礼拜六 礼拜六在我们的 Instagram上面的 现实动态 会有放松一个福利 要送给持续关注 跟支持小鹿的 投资好朋友们 所以上方有我们的 Instagram账号有兴趣的朋友们 记得follow一下 那么接下来一样 等待行情出现明确讯号 我将要带领我的学员们 一起进场去做一个操作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念 想跟上我们一起 布局的投资好朋友们 可以联络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小编 咨询加入精选群组的服务 那么今天是礼拜五 小鹿现在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六日休假愉快 那防疫期间 大家也做好自身的 这个健康的管理 那尽量避免出门 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就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明天下周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